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一定会 据土耳其多安通讯社报道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叛乱分子正准备在由库尔德人武装控制的北部城镇曼里基附近开展军事行动 几个星期以来 土耳其一直威胁要对库尔德武装发起新的攻势 库尔德武装一直由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已经将伊斯兰国赶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但土耳其将库尔德武装是为恐怖主义分子 因为他们与土耳其境内的反政府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本月造写时候 特朗普总统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多安通话后 宣布计划从叙利亚撤军 恰伍士奥鲁表示 目前安卡拉和华盛顿已经同意维持曼比基军事态势 直到美军撤出为止 根据六月份达成的协议 库尔德武装应该离开诱发拉底和西部的曼比基 但对这一进程实施过程的言误 激怒了土耳其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战斗人员 已转移到曼比基郊区 土耳其军队也在继续向土耳边境地区 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管理的地区派遣坦克 火炮和其他设备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国民军少校约瑟夫哈木德表示 叙利亚北部针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已接近实施 但尚未开始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一名战争观察员称 普耳其已下令反汉分子 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曼比基展开军事行动 恰伍士奥都说 至关重要的是 美国似乎没有履行成用 他认为 普耳其有力量 已压制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他还因美国做出撤军决定 但法国仍承诺留在叙利亚而对法国进行了批评 恰伍士奥鲁警告说 如果法国留在叙利亚保护 主要有库尔德民兵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法国将不会受益 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对记者说 福尔其目前考虑的是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决定 而不是法国总统伊曼尼尔马克龙的决定 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的未来是否包括土耳其 美国和法国仍然不清楚 埃尔多安还表示 一个土耳其代表团将前往莫斯科期间 他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土耳其一直在代表叙利亚反对派 与支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和伊朗进行谈判 作为结束叙利亚已经持续近八年的内战努力的一部分 特朗普上周宣布 美国将撤回其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所有两千多名美军 此举将使各方势力争夺石油资源丰富的叙利亚东部三分之一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于2015年在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 支持其长期盟友巴沙尔埃萨德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信尔盖利亚科夫 周二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表示 尽管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 但拆除俄罗斯和美国 更与防止在叙利亚发生潜在冲突的热线将是一个大错误 尽管目前俄方没有看到美国人有会这样做的迹象 编辑LWC